Windows 9 change the number change the name change the reputation 开始功能表一拉开出现了五颜六色的动态砖页面 有软心的作业系统Windows 9的界面设计 从4月的开发者大会之后就成了关注焦点 现在传出最快将在明年4月份正式上市 根据美国科技网站报道 Windows 8的用户甚至旧版的用户都有希望免费升级 按下视窗键就能从普通的页面进入适合触控的Windows 8.1界面 Windows 8.1近期传出即将调降授权金额 因为它的新一代作业系统即将上市 由于新品将现身传出微软打算对OEM厂商大降价 Windows 8.1的授权费用预度降股将达到50%到70% 均价将比Windows 7降低大约11% 也促进品牌厂的NB售价 由机会下修3%到5% PC我们看到现在对Windows 8有比较大的抵制 在采购的部分不把它纳入 所以整体来看除了抵制一个国外的一个美气厂商之外 从安全性的角度另外一个部分看起来 复制本土的这个intention也很强烈 市场人士认为由于Windows 8出师不利 在中国被政府抵制 推出至今市占率只有10% 微软希望透过Windows 9亡羊补牢 而微软员工也证实Windows 9将会包含触控功能的Office 也将是微软首度完整的跨平台整合 未来开发者只要撰写一次程式 就可以在不同的设备之上执行 有助台厂缩短上市时间 但微软能否借由新系统扩大市占 还得看消费者捧不捧场 这将这种东西太报道